农村女子十天八条秋裤 莫名出现破洞 而且这些破洞 总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出现 家人一度认为是不是有鬼怪作罪 专家调查结果让人惊讶 事情发生在湖南湘潭县 一个名叫胡润志的妇女家中 有天早上起床 胡大姐在穿衣服的时候突然摸到 自己的秋裤上竟然出现了个大洞 而等她自己检查后才发现 破洞还不是一个 而是十多个 面对首次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 胡大姐心中也非常忙人 难道说自己现在睡眠状态这么差了 一晚上就把秋裤蹭出十多个洞 这条秋裤前几天才洗过 当时还是完好无损的 还是说床上有钉子不小心挂了 可胡大姐把床骨翻了个遍 也没找到任何可以置处 她想半天没想明白只好作罢 因为还有很多农伙等着她 胡大姐就逐渐把这事给抛在脑后 等到晚上睡觉 她从衣柜重新拿了一条秋裤穿上 然后就关灯睡觉了 但让她怎么都想不到的是 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 有八天都是一觉醒来 身上穿的秋裤 不知不觉就破了几个到十几个洞 胡大姐最开始还以为 是这些秋裤的质量原因 因为放一柜里长年不穿变碎 可就算质量再差 自己是在睡觉又不是干毒活 怎么会烂得前穿白孔呢 发生这样怪异的事情 胡大姐在和孙头大爷大巴聊天时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村民们得知后纷纷跑来看人 因为他们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戏戏事 很多人都认为秋裤出现破洞的原因 应该就是被衣服架子或者树枝挂到了 奇怪的是 自此之后 胡大姐裤子破洞的频率高得下人 有些秋裤甚至就是当天买的 结果刚睡一晚 上面就会莫名出现十几个破洞 更让他想不通的是 明明一下人衣服裤子都是一起洗晒 一起存放的 为什么偏偏只有自己的裤子烂呢 所以村民们的猜测明显不成立 后来又有人提出 这些破洞会不会是老鼠咬的呢 但这个说法却又被胡大姐否认了 他解释说 自己的很多棉被床单都在衣服柜里 如果家里真闹老鼠 那柜里的其他衣物被子应该都遭殃了 怪事发生后 他还特地把柜子彻头彻尾的翻了一遍 却发现其他东西都好好的 唯独自己的贴身衣裤遭了殃 要真是老鼠 怎么会只和自己的修裤过不去 退一步说 家里还养了一只梨花猫 每天就在屋里乱逛 光骚叫声就把老鼠吓跑完了 农村女子拾八条修裤 莫名出现破洞 而且这些破洞 总在神不知鬼不去的情况下出现 村民都猜测会不会是老鼠作祟 但胡大姐却说 自己一个大活人 如果真有老鼠咬自己的修裤 他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家人通过综合分析 基本排除了老鼠作案的嫌疑 事情发生到这里 真相愈发扑朔迷离起来 就在此时 有村民信誓旦旦的表示 我知道真凶是谁了 然后就指着胡大姐房子后的大山 声称山上植被茂盛 里面有各种动物出墨 其中就属猴子的作案嫌疑最大 等听到这个猜测后 村民们都觉得很有可能 于是就上山仔细找了一圈 最终却连猴子毛都没找到 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还在屋子后面撒了大片石灰粉 到时候如果真有野生动物接近 就肯定会留下脚印 热火朝天的盲了一天后 胡大姐心中忐忑不安的陷入了睡眠 等到第二天一睁眼 她就习惯性的看了看各自秋库 结果秋库上毫不意外的 再次出现了许多破洞 可最恐怖的事情是 洒在房前屋后的石灰上 竟然一个脚印都没留下 胡大姐心中猛的一颤 难道说这个背后真凶 一直都藏在屋里的某个角落吗 众人紧接着就把卧室翻了个底朝天 结果却还是一无所迫 此时又有村民站出来了 这些破洞如果不是动物作祟 那么会不会是沾上了 酸性腐蚀性物质 这个说法虽然看起来合理 但问题是胡大姐家 根本没有化学腐蚀性物品 就算把全村搜过来 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东西 最关键的是 乙武如果被化学药剂腐蚀 就一定会出现烧住的痕迹 而且化学药剂也不会出现 只烧衣服不伤人的情况发生 因此这种猜测明显不是正确答案 种种猜想都无法解释破洞的原因 这下给村民们也都整沉默了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难不成是闹鬼了吗 这种说法虽然很迷信 但村民们似乎却很吃这套 甚至有村民把这只鬼描述的有模有样 都传说他不仅来无影却无踪 还只针对胡大姐 要不胡大姐丈夫整天和他一起睡怎么没事 可话说回来 这鬼也太险了吧 整天撕人家大妈的秋裤干啥 对于这种迷信的解释 我们自然是无法相信 可胡大姐的秋裤总不能自己烂吧 还是说胡大姐出的汗跟刘孙一样 此时又有人想到 胡大姐会不会被人报复了 农村女子十天八条秋裤 莫名出现破洞 而且这些破洞 总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出现 家人一度认为是不是有鬼怪作祟 有村民猜测胡大姐会不会被人报复了 因为之前就听说 在重庆发生过类似事件 村里几栋老宅非常恐怖 当地人都说宅子里有吃衣服的怪物 只要是挂在里面的衣服 都会莫名其妙出现破洞 村里人怎么都找不出原因 最后还是请专家安装监控 才知道一切都是有人恶意捣乱 为了弄清楚是不是真有人报复 胡大姐和丈夫把这些粘得就是 全都捋了一遍 结果却始终想不到 究竟是得罪了谁 就在调查受挫时 胡大姐的丈夫想到了一条线索 自从老婆的修裤出现破洞之后 她为了防止家里禁贼 有天晚上睡觉 在卧室点了一夜油灯 结果正好这天老婆的修裤相安无事 难道这真是小偷或变态的所作所为 然而村民对他们家的服装 都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结果却没找到任何松动痕迹 因此绝对不是小偷作祟 眼间所有疑点都被排查干净 他们也是彻底没招了 就只好把专家请来 希望专业人士能破解真相 而专家到胡大姐家实地考察后 竟然真的很快找到了答案 让胡大姐修裤出现破洞的真凶 正是老鼠 此话一出 村民们可不乐意了 因为当时他们也怀过老鼠 可老鼠怎么可能只要胡大姐修裤 其他人的衣服或者棉被 却都相安无事呢 难道这老鼠成经的不成 专家对此冷静的解释道 老鼠之前应该是 捡到过胡大姐的贴身衣物 而老鼠坐卧室 习惯找自己熟悉的味道 这些衣物上带有胡大姐的气味 长时间的条件反射 让老鼠误以为胡大姐的气味就是安全的 于是就出现了只要胡大姐铺子的情况 因为老鼠形势隐蔽 所以胡大姐也没察觉到 而家中的猫之所以没发现老鼠 很可能是平时吃得太饱 已经失去捕猎的需求 所以才导致老鼠如此猖獗 本期视频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